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3月26日在海南博鳌召开 跨境电商在全球化中扮演何种角色 发挥哪些作用,成为与会嘉宾热议话题 中国商务部前副部长廖小琪认为 全球化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 而跨境电商一定会促进全球化进程 就是全球化是,应该是全球化是电子商务的一个基础 没有全球化其实没有跨境电子商务 同时没有科技的发展,没有互联网也没有跨境电子商务 所以实际上跨境电子商务是全球化和科学技术 与互联网为主的科学技术合作的融合的结果 所以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一定会促进全球化的进程 Club Factory创始人楼云认为 跨境电商将更好的商品展示给海外客户 让更多消费者在全球化中受益 并促进了跨国合作 然后今天跨境电商我们把更好更丰富的商品 给海外的几亿的消费者让他们看 让他们去买 他们知道说他通过所谓的 他通过跨境电商平台 他买到了更便宜更好的商品 然后他从全球化当中受益了 这样子可以让可能几亿甚至几十亿的人更深刻的感受到他从全球化的受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跨境电商能够增强全球化的方式 对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帮助全球化的是说促进了全球的跨国合作 Lazada公司首席执行官皮尔彭隆认为 全球化进入了第二轮革命浪潮 过去二三十年跨境贸易80%以上发生在大型企业中 未来将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 通过跨境电商将商品输送给消费者 未来我们会有颠覆式的变化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小型企业 他们都会从事跨境电商 然后把产品送到所有的消费者手里 所以我们从集装箱变成小包裹 小包裹会改变未来的贸易方式 实际上这是一种趋势已经展示出来了